北京时间9月25日的新赛季媒体日,火箭新员卡梅隆安东尼接受了记者采访,以下为内容摘录,安东尼首先谈到了今年加蒙火箭与去年被交易到雷霆的不同, 趁上赛季加蒙雷霆的时机探过仓促,一切都是急赶赶的,而今年早早确定加蒙火箭,让他更容易安定下来,精神上更清楚,情绪上更平静,球队也有机会通过训练和练习赛了解自己的状态和专注程度,为新赛季做更充分的准备。 对于新赛季的期待,安东尼连剑一杆,赢了总冠军,就目前而言,这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。 安东尼还透露了火箭老板曾经对他说过的一番话,没有你,我们没能赢得总冠军,如果有了你,我们赢得了总冠军,那会让一切都变得不同。 对于很多人关心的是阻力还是剃毒的问题,安东尼表示目前尚未正式讨论,如果时机到了,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。 为了总冠军,我愿意做任何能够帮助球队的事情,这个队伍中的每一个人,也都是同样的态度。 比赛已经发生了改变,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它,而不是拿它和过去做比较,我知道球队对我的期待,以及我对我自己的期待,说到底,还是篮球,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,那就是一个总冠军。 关于自己与迈克德·安东尼,过去在尼克斯那段并不成功的合作经历,安东尼表示,当迈克想要在纽约执行他那套题,其实,时机并不合适,我们都已清楚这一点,我很高兴他也能理解这一点,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,去重新书写我们的故事,山丘。